我之所以會想要學習像程式類的東西 或者像資料庫的東西 其實最主要原因還是在查詢資料 因為最早的話 比如說修那個紅樓夢的課程 然後想要知道紅樓夢到底 比如說賈寶玉或者是人家玉等等 他們在哪一些章節曾經出現過 在哪個章節的哪個部分的文字 那個前後的敘述裡面出現過 那我只是希望能夠列個表 列個清單 但是這件事情的話 在我們那個年代裡面的話 那真的是不太容易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們在念書的時候 其實電腦才剛興起而已 那時候就看到有一個系統 就剛好是某一位師大老師寫的 他剛好做一個查詢系統 裡面可以查紅樓夢 那我就真的把它試了一下 他放在圖書板裡面 那我就輸入了一些關鍵 真的可以資料可以查說 而且也可以念語 那時候我就覺得 哇 這東西好棒 所以我說 如果每一部點擊都能夠這樣來查資料的話 那該多好 但現在有Google是都可以幫你當 只是說現在的話 可能就不太那麼容易 所以要怎麼樣能夠快速的查資料 第一件事情的話 恐怕你就要先把資料先輸入到電腦 那就是所謂的數位化 那不一定要 現在還有什麼 有那個掃描嗎 然後辨識嗎 有沒有 或者是網路上其實大部分的點擊都有了 你想要找什麼羅宇與孟子 十三金 有沒有這些東西 基本的都有 像一些張偉小說 《紅紅夢一全文》應該也有 什麼《三國演義》吧 《水浮傳》吧 《水浮傳》 之類的 其實都可以在上面找 那問題是如果你今天 假如要針對你有興趣的某一個人 有沒有 某一個人 像比如說《水浮傳》裡面 像《宋江》在哪邊出現過 出現的時候呢 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有沒有 然後呢 曾經跟哪些人比較好 等等的 有沒有 你其實可以畫一個脈絡表 你會比較清楚說 《水浮傳》裡面 《宋江》 他到底在哪邊做過什麼事情 否則的話 有的時候 你也許把整部 這個《水浮傳》全部看完 但是你還是沒有辦法完全完全掌握 你有興趣的某一些人物啦 所以 要如何能夠把一些資料 做成有系統的一個查詢 那這個是我覺得還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說 如果你要做研究的話 至少你要有一個 可以查詢的一個工具 那 可是問題 就 這個文學院的學生來說 其實這一部分 真的還蠻匯乏的 我覺得 就是大部分 大部分還比較沒有教到你們 會用科學一點的方式 做有效率的資料處理 OK 所以這件事情 當然就變成 造成你們日後 是比較沒有效率 在閱讀 OK 所以會變成說 你花很多時間 成效卻非常有限 對不對 所以 如何做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的話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針對這些欄位 總共有八個欄位 我希望都把它做成查詢系統的話 那該怎麼辦 其實很簡單的方法 第一個 我這邊demo一下 那我先查一個比較簡單的 我如果希望針對什麼 書目編號 我輸入一個書目編號 它自動幫我把那個書目編號找出來的話 那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 第一個 我把這個書目 我這邊是用等號 所以必須要一模一樣 假設我要找CB的話 那我就按下這個篩選書目編號 你會發現它跳出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的話 這個東西的話 這個等一下自己寫 這個叫Input Box 那Input Box的作用是什麼呢 我可以輸入一個關鍵字在這邊 它可以把這個關鍵字 帶到那個我們要篩選的條件裡面去 OK 比如說我要找這個 有沒有 找這個 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就幫我把資料留下來 OK 就留下這一筆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恢復的話 當然我可能會需要再按下 之前再按下按鈕 可是喔 我們最好是可以多一個按鈕 就不用再 再讓它怎麼樣 再去按上面 就按旁邊就可以了 可是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只要篩選 旁邊的這兩個按鈕 它其實基本上會變形 所以我建議各位 等一下如果加按鈕的時候 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什麼呢 把它先選去按右鍵 然後再選另外一個按Ctrl鍵 然後按滑鼠右鍵之後的話 找到它裡面有一個叫物件格式 物件格式呢 你可以找到裡面有一個叫做摘要資訊 摘要資訊裡面的話 你可以看到 其實它這個按鈕 預設的物件的位置 就是這個的位置 它是大小位置會隨什麼 儲存格而變 意思就是說呢 如果我們篩選 其實篩選 基本上是把儲存格給隱藏起來而已 但實際上它還在 那如果說呢 我們假設預設是這樣的話 你會發現那個按鈕會變形 所以我必須把它改成什麼 大小位置不隨隨成的改變 按確定 我的話你這個地方呢 像剛剛我輸入的時候 不要輸入這個資料 我剛剛是拿這個複製 按確定 剛剛這個按鈕不見了 這個還在 有沒有 現在的話就還在 那如果把它複遠的話按下去 它就恢復了 那就可以馬上查詢 不過呢 如果我今天 假設我其實輸入什麼 開頭119好了 比如說我輸入裡面有119的 按確定 它應該是怎麼樣 查不到 為什麼 因為我在撰寫程式的時候 是用等於 不是用包含 如果我要把它改成包含的話 其實也蠻簡單的 那待會我會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也就是說呢 我們待會 我希望能夠針對 比如說書目編號 可以做查詢 出版社 作者 提名等等的 我都可以分別有一個按鈕 假如呢 我可以按下某個按鈕 我輸入那個條件之後 它就可以自動幫我把我要的資料 給顯示出來的話 那這個部分要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這個可能就牽涉到那個 撰寫VBA的部分 那因為今年度已經是 城市設計必修第四年 所以理論上 從大一到大四的同學都已經修過我的VBA了 我應該有外系統 如果不太清楚沒關係 就注意一下那個相關的動作 那第一個的話 如果我要做查詢系統 一請你要先把開發人員叫出來 然後位置的話在哪裡 在這邊 箭頭裡面 其他命令 然後制定功能區裡面 這個要把它打勾 因為如果沒有打勾的話 它不會出現 按確定 VBA就出 這個開發人員就出來了 第二步的話呢 我希望呢 要撰寫程式的話 它寫程式的地方在這裡 Visual Basic 我想 因為之前同學都修過了 有些大一同學現在 早上有在上課 那第二步的話呢 就把Visual Basic打開來 OK 那我們就把程式寫在這邊就好 那寫的方法 我把它恢復一下 原來是沒有這個module 那我們第一步的話 就是怎麼樣 要打開這個Visual Basic 把它縮小一點點沒關係 然後按右鍵 第一步反正呢 如果你要寫VBA的第一個step 就是先什麼 插入模組 反正不管你做任何動作 記得一定要先插入模組 因為之前同學都 有些同學忘記插入模組 就隨便點一個地方 也是白的 然後就在這邊寫 當然這邊寫可不可以 理論上也是可以 但是有些時候可以 但有些時候不可以 所以怎麼辦呢 我不建議 我是建議你把它寫在哪裡 寫在 記得模組裡面 好 第一步我們就插入一個模組 OK 所以開發留言叫出來 呼叫Visual Basic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 我們要撰寫什麼 撰寫 假設我要撰寫兩個按鈕 好了 比如說我第一個按鈕 我們先比較簡單 我先 希望這個按鈕按下去之後 可以跳出一個input bus 讓我填寫資料 填完之後 把我要的東西留下來就好 其他不要的 就把它隱藏起來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插入模組之後的話 假設這邊有一個按鈕 名稱叫做篩選 書目編號 那我們其實 記得 開頭一定要叫SUG SUG 空一格 再來的話就是它這個名稱 我偷懶一下 直接拿這邊來複製 然後SUG 後面就是它什麼 篩選書目編號 那我們就把這個後面名稱加上去 直接按Enter就可以了 你會發現它自動會幫我加一個小瓜 跟EndSUG OK 再來的話我就撰寫 其實基本上就是兩行程式就可以了 拿兩行程式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不過這個字太小了 我習慣是工具選項裡面 把那個撰寫風格 把這個字稍微放大一下 我的看起來其實還蠻不清楚的 OK 會蠻吃力的 所以把字稍微放大一下 再來的話就輸入兩行程式 拿兩行程式 第一個的話告訴它說 我要查詢的範圍在哪裡 那我們的範圍基本上是從A1 一直到哪裡呢 Ctrl向下 Ctrl鍵按住向下 它會幫我移到這個範圍的最下面一列 558 所以理論上是A1到H558 也就是一個範圍 就是從它的左上角到它的右下角 就會圍出一個範圍 一個範圍 OK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訊息之後 我就先跟他講說 我要查詢的範圍在Range的 記得它是一個文字 所以前後一定要加上雙引號 然後呢 到用冒號來表示 到H558 然後後雙引號 後刮鬍 這個意思就是說 這個範圍裡面 那我要做什麼呢 你把它點下去之後的話 它就會問你說 那你要做什麼 其中的話就是有個篩選 那篩選的英文就是Auto Filter 所以你就打一個AU大概就會出現了 你那個字拼不出來沒關係 你用選的也可以選 至少你有沒有 AU大概就出來 Auto Filter 那你可以用滑鼠點它兩下 Auto Filter就出現 那這個動作等同就是你按下 那個資料裡面的這個篩選 其實動作是一樣的喔 OK 那 只是說呢 我希望後面加上條件的話 特別注意後面的話呢 你在這個Auto Filter後面 按個空白鍵喔 各位可以注意看喔 空白鍵 你會發現呢 它會幫你列一個說明在下面 然後有一個地方特別 顏色特別粗有沒有 那就是說呢 請你給我這個東西 它這個黑色字喔 這個叫什麼 叫Field Field是什麼呢 其實中文意思就是哪一欄的意思啊 啊特別重要 這個Field要的是數字 指的是第幾欄 意思就是說 請問一下你要查的是第幾欄 那所以我們要查的是哪一欄 數目編號在第幾欄 一二三四嘛 所以你就輸入四就可以了 OK意思說我要查第四欄 OK好 再豆點 豆點的話呢 意思說那可是第四欄你要查什麼條件啊 所以底下初體字變成 加個豆點之後 它會改成叫Criteria 這個叫Criteria 這個數字1 Criteria1啊 白話意思啊 其實這條件 你要查什麼樣的條件 那我要的條件是什麼呢 條件比如說我們剛剛是輸入什麼 1190864 填在這裡 可是假如說我今天希望 我要查的條件是一個會改變的 就是我隨時輸入的話 那我這邊輸入一個X好了 這個X的話指的是 我將來要透過 所以在上面增加一個去數 因為這個X是來自於外部人家輸入的一個條件 所以我就在這邊加一個X等於 意思說 我這個是由那個使用者填寫資料 之後呢 會把這個資料帶到X 然後X才帶過來 有沒有 所以這邊的話你就等於什麼 等於Input Box 因為我剛剛不是跳的東西 那叫Input Box Input Box 然後你就在裡面 因為跳出來之後 上面會有一些訊息 所以你就跟他講說 請輸入什麼 請輸入書目編號 或者請輸入預查詢的書 就有一個讓使用者知道說 到底要填什麼東西 所以就什麼 請輸入 請輸入書目編號 書目編號 OK 一個驚嘆號 OK 類似像這樣 請輸入書目編號 好 那這個時候他就跳出來了 我就輸入書目編號之後 那他就幫我查出來了 所以我執行給各位看 執行 這是什麼 請輸入書目編號 然後我就輸入了 剛剛輸入的 我剛剛用複字 我看 這個剛剛又被蓋過了 所以我就填 119 但如果你填119一定找不到 一定要完成一樣 08664 第一筆 按確定 那如果假設有留下來的話 表示這個應該是OK的 按確定 有沒有 這個就留下來 如果要把它恢復的話 你再到資料裡面 再把篩選取消掉就可以了 又復原了 有沒有 所以剛剛只有撰寫兩行程式 這兩行在哪 在這邊 OK 請各位先試試看 那另外的話 這個做完之後 這兩行程式做完之後 我後面還需要把它復原 因為我希望 這邊 展示 先把這個複字 按一下 然後這邊填上去 有沒有 按確定 如果要把它恢復的話 每次都要切到這邊 按這邊 很麻煩 所以我們乾脆把這邊按一個按 按下去 它就恢復了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它恢復的話 那我必須再寫一個SAB 有沒有 這邊 這個SAB的話 名稱叫什麼 篩選復原 那寫的方法一樣的話 就是拿這個來複字 篩選 加兩個字叫復原 好了 篩選復原 然後Enter就可以了 好 寫的程式非常非常簡單 就是把Range 這串 到AutoFilter 把它 把它複字貼到底下來 這樣就可以 後面不用條件 如果你什麼條件都沒有的話 實際上 就等同 復原 OK 特別之后 所以其實可以把 上面這一串東西 貼過來就OK了 好 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這邊 剛剛這個地方 把它 請輸入書目編號 我把這個資料 剛剛 再打一次 11908664 按確定 有沒有 那復原的話 這個按鈕按下去 就復原了 不過會有同學說 老師 如果我今天 書目編號我只知道前面幾個字 或者中間幾個字 那我沒有辦法記全部的話 OK 比如我只記得關鍵的編號 像開頭是119好了 有沒有 那我怎麼可以把它變成 用類似關鍵字的方式搜尋 比如說我這邊按一下它 輸入119 它一樣可以幫我把119 裡面有119的列出來 那怎麼改 這個地方的話 待會我們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那我剛剛寫的這個程式 如果你擔心 假如會怕寫不出來 其實我在雲端白板上面有放 你們可以在雲端白板裡面的 這個叫圖書 圖書資料查詢 圖書資料查詢這邊 其實就有放剛剛的程式 大概我們就一個一個按鈕把它做出來 所以剛剛的程式在這裡 OK 記得不要用複製貼上 我沒有放圖 但不要用複製貼上 你可以貼 但是你記得把它刪掉重打 OK